我们想要的淋浴间 原来是这个 然后把它给砸了 自己在室内 用红砖给盖了一个 再给它里里外外 贴上瓷砖 安上窗户之后 它现在终于要有个门了 你们是不知道 经历了天气 它是不能开工的两月 看到师傅安装的背影 是多么激动人心 所以装完门 我就把吊顶师傅也约起了 咱先开个排风口 然后打上龙骨架 这弧心墙上的木条 是夹着扔上去的呢 我着实也是被师傅的智慧折服了 这件呢 均匀切缝 但不切断 这木条就能和墙面完美贴合了 等龙骨架打完 终于要贴石膏板了 给它一整块直接贴上去 哎呦 这好像有点大 得虚光滑了点 这不就完美 哎这样更完美 最后把玉霸的位置留出来 一时完工 这就胜利在望 所以我们的中国好运居老冯 鞋家人的老老冯 说要送我们一件礼物 还是自己设计的 玉金架 就用这一根木条 这件老冯熟起套落 三副大木牌 六副小木牌 今天的装备就在这儿 咱也不能光处着看呢 这种技术花是来不了 帮帮巨小东西呢 拍着得行 哎呀 你这 你这 你是狗啃的吗 这个是 怎么如此不专业呢 来续姐来 看的就是天赋一饼 哎呀老冯啊 这个也没给你带点菜 还搞断你一根小 哎呀 我们还是在学习学习 马上就掉了 嗯 这小军非要向大家展示 喜悦的果实了 我不知道这个 有什么好喜悦 来给叔叔丑业 这表情 满满的都是人情世果 一回生 二回收 全员上阵局一勾 说了我 我还是干两不费工具的活吧 不过觉得再拉垮 今天老冯这么一磨完 好看多了 再把这六个小牌牌一打磨 老冯的设计 已经出具规模了 剩下的活 就是把它们给组装起来 不过就这么一颗小钉子 冯哥都做了个蝎子 把孔遮起来 让你看不见 一丝钉子的痕迹 最后再给打磨一下 上个木打油 等它干透就能看到成果了 那我得赶紧把预饰给整出来 赶紧把老冯送的衣架挂起来 以后换洗的衣服 就挂在这儿了 再把预饰拾到拾了 这个洞洞磁砖 真的是好难收拾 预饰架肯定是必不可上 安装这样的都是小上面 拼拼拐拐拐的那么多 怎么也得装两个 我们自己干的预饰 请不吝点赞 订阅